大家好 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查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包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小伙伴们千万别买房 千万别买中国大陆的房子 能脱手的赶紧甩掉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真是不好了 现在就犹如进入了一个一片黑暗森林里面 充满柔度的腐蚀性的抽气熏天 这个沼质地里面深陷其中 而且是停留也不能停留 但是又脱不了身那种诡异的状态 说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中国房地产的风险 正在向金融领域蔓延 说的就是中国房地产 不动产这个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激增 而且是创出近十年以来最差最差 最大的这个不良债权 不良贷款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分析分析 这会引起怎样的影响 对房地产的前景 它能不能好起来 这有多麻烦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截至目前已经有23家 A股上市银行 这都是妥妥的官方数据 已经可能是好一点的了 都已经是报喜不报忧的了 都是 但是已经是这样 上市银行披露了 2022年年度包表 其中有17家 披露了备受资本市场和银行 关注的对公房地产 不良贷款的相关数据 上述17家银行 2022年末 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 合计达到了2564亿元 这是对公的 中国的不良贷款 房地产这一块 说的只是房地产 除了房地产 那还有什么 比如信用卡 比如信用贷 这个不良贷款 是非常庞大 今天我们只是讲房地产 这一块 还没讲信用卡呢 信用卡呢 这个中国现在已经是 是雷的 不能再雷了 以前 那预期一个几天都打电话 现在还都熟的喊 熟的喊 因为以前 我 那都是什么草房团的 这个中介的很多 中介本身也草房 开十几张信用卡 我这全爆雷了 熟的喊 现在他们告诉我 爆雷最新情况 都是 你一两个月 没人给你打电话 发 就是自动化的 那个电脑的 那个短线 你违约 它是自动处理 没人有空 给你打什么电话 没有个半年以上 没人跟你沟通 什么沟通 什么的 排不上号 现在法院都排队 这个就是太多了 实在是 还有一些是网贷的 叫做非银金融 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一块 先说房地产 哎呀 就房地产对公 他就对公 就是对公私违约 这一块 还有对私 你比如法拍房 很多人还不起 就对私 所以这构成非常复杂 有很多种类 一爆起来 它是多方面的 不一个侧面 你解决了买房者的问题 那公司的问题 没解决 公司的问题 解决供应商的问题 没解决 供应商的 比如供应陶瓷的 它也爆雷了 所以经济 它是个连环爆 不是千亿发动全身 不是你解决 一个单方面的问题就行了 一解决 全解决 那也没法 那也没办法 那不知道得印多块钱 2564个亿 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 什么概念 同比暴增72% 开玩笑 GDP增长多少 年年下降 习包子上台以来 中国都编得不好意思了 现在阴跌不止 阴跌不止 压成一条线 不会动了 反正年年下降 它叫做新常态 要不要脸 包包要不要脸 考得经济一团糟 经济不增长 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倒是增长好快 是吧 其中 据这个记者统计 中国这个 不动产方面 这个房地产方向的不良贷款 四大银行 包括什么工商银行 叫工中龙建 60%增长 是最近十年 最大规模 这很正常 具体来看 上市17家银行中 有15家 2022年末 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 交2021年末上升 仅两家 估计那两家没做 这个危降 那是退出了这一块业务 里面有一些 这个不良贷款率 说出来 瞎瞎尿大家 进一步来 比较来看 2022年末 有7家银行 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率 交2021年增幅超过一倍 超过一倍 你说这GBT都没有 这工资没见涨 不良贷款倒是在涨 所以这个房地产的风险 正在深化 进入一个深水区 进入一个一片沼泽地 这里面你停留也不是 我说的充满了腐蚀性的 有多一片黑暗森林的角泽地 你停在 你它不断腐蚀 你往下沉 就这种情况 你跑你也跑不动 都那个沼泽地 你走都走不了 都捏着 所以现在有点这么情况的 跑也跑不出来 然后一旦深陷其中 那是麻烦 你看 这很多不良贷款 那是一倍的增长 一年之间增长一倍 这个都是上市公司公开数据 2022年有7家银行增长一倍 例如某国有大银行 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 从2021年1.9增长到 2022年的4.36 某股份银行从1.2增长到3.89 那都不止一倍 开玩笑 三倍 三倍有多 1.2到3.89 这个数学 小些数学还过关了 三倍还多 某农商银行从零不良贷款增到7.28 这是爆出来 大家要知道 对公已经是比较客气的 为什么 一般对公 它是不容易起诉的 因为公对公 你对房地产开发商 你能沟通就沟通 基本上 他会私下沟通 比如恒大 比如你面对逼柜员 你多多少少会跟他沟通 不像一般人 一般人就走流程 你过了几个月 我类不定的标准 现在太多人违约了 我就把这个标准拉高到宽一点 以前一两个月就给你起诉 现在可能半年都还没起诉 是吧 对公能沟通的已经沟通了 沟通的不能再沟通了 这个公司基本上全垮了 比如恒大 才会去起诉 因为你起诉 他没有什么卵用 最近恒大不会被起诉了吗 我现在有些小清新报道 说要瓜分 瓜分什么呀 恒大有什么瓜分呢 能瓜分什么呀 都是渣 都是渣一样的东西 你把恒大 烂尾楼再建上去 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都不顾实际情况 所以这习包包那保交楼一开始 我就说是错的 怎么保啊 前面那个施工的跟后面那个施工的 都不都不一样 不是同一院施工的 后面那个东西没有人敢接这个货 前面这个就偷工减量 我后面给他继续建上去 到时候出了问题 我还要负责 我没人会包这个工程 所以很多很多人 那个说起这保交楼 那压根就不从实际情况出发 比如他建到三层 我给他继续建上去 不过说你累砖头就行了 设计图本来合不合格 要不要检验 哎呀 涉及到的这个这个实际情况 到时候出了问题 是前面那个已经爆破产的 这个开发商负责 还是我后面这个负责 在前面这个这个建的好不好 如果前面这个本来根基就有问题 我不是把砖头往上垒就完了 不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开玩笑 书记在那办公室里面一拍老门 就就就就就以为要把把砖头垒上去 往往上垒 就那这个就保交楼了 本来这个可能都不过关 还要重新推掉重新做 那不可能 拆的成本也很高 很多都不知道拆 房地产把它拆的成本都很高 现在包括很多日本 这个中国很多 他没办法拆 为什么 这拆的 这要花几个亿进去拆拆了 没有一点收益开玩笑 那动不了 动不了 所以这不良贷款 他一陷进去 他很难动 他都不断快速增长 看到了就过去十年最高 然后是 截至报告期末 可以看到 集中在商业银行股分支银行当中 房地产 房地产 这里他不说对工对师了 说都说全部房地产和制造业 合计的不良贷款占不良贷款的总比例是53% 也就是有一半的不良贷款 一个是制造业 一个是房地产 53.27 那就反映中国经济的问题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制造业 两个都不行 两个现在都出问题 这经济还能搞 制造业和房地产承担了 基本上整个中国最多的就业 现在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开玩笑 那当这些行业 比如制造业 不赚钱 房地产不赚钱 不赚钱 银行就还有投资者 还有这些金主 他就不敢往里面投钱 金主不往里面投钱 那他就动不了 记者书里上述17家银行 2022年末 对公房地产贷款 余优合计多少 5.93万亿 这还是对公的 还没算对私 总共就17家 还没算 什么承商行 但他们体量比较少 基本上上市大银行 占了绝大部分 那这也给 估计其他也算起来 也有一两万页 对吧 其实其他什么顺德 龙商银行 这是没上市的 什么东莞的 把这些全扫 乱进去一样 全扫进去 那也不少 所以全中国 对公的对私的 算起来 你算到10万页以上 那是没跑 这还是已经登陆进去的 好几万页的开玩笑 几万页 这个回到你看 比如2021年8月份的时候 就普华涌道 曾经发布过 中国不良贷款资产行业改革和发展白皮书 近几年中国不良贷款 整体规模大幅增加 2021年的我只能找的 因为最近几年 他可能不太公布了 已经是当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了 这个就算上什么信用卡什么的 当时已经合计不良贷款 已经是5.2万亿 万亿 那到22年年末 到今年年初那更差 所以现在这不良贷款 是几万亿 十几万亿的不良贷款 怎么动呢 动都动不了 每天这个利息都吓着个人 利息都没办法弄 跟别说都没利息 所以你比如我们参考这个 某网边 这个说拉萨 耗子说房 耗子说房 他后悔在拉萨买房了 后悔了 真的后悔了 在拉萨买房 我去 现在西藏都不让进 这个以前 二十年前吧 当时新疆还有西藏 旅游是红红火火 红红火火 当时还不错 现在都不让进 不用搞经济 包包说先要安全 他不知道什么安全 这些旅游的地方都不让去旅游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后悔买房了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买房了 这是一个在拉萨 待了八年的打工人说 他说几年前在拉萨金融城这边 买了一套房 一百二十万 然后一百三十个平方 当初为了买这套房 把家里面都掏空了 把这公积金都取完了 还带了八十四万的贷款 月供三千两百多 我本来想着住进新房 好好努力啊 生 那么就过于乐观预计 这个未来 没想到未来这么惨 他以为越来越好呢 有的人还过分高估 这有点像很多人开健身房的健身卡 一买 买个一年 两年 三年 后来都不去 一样的 当初 我很努力的健身 开了个健身房 开了个卡 我以前也开过 开了个卡 后来不去了 过分高估自己能够持续去健身房的这个时间 一样的 对未来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三十年开玩笑呢 那比如有些发达国家 为什么行 他经济极其稳定 比如日本 比如德国 比如北欧一些国家 比如美国 是吧 他有完善的制度 那中国现在也没有破产制度 也不让破产 那 那个牛皮鲜 是吧 一沾沾进去 那么麻烦 现在喘息都喘不过来 每个月的开支 而且还烂尾了 还烂尾了 现在心都凉了 老婆天天在家里面抱怨 哎呀 当初不顾家人反对 买了这个房 现在好了 房价跌了这么多 我贷款都就还没有还钱 后面还听说还要交房地产 所以这套房子的每一季住进去 亏了五十多个万 哎呀 一辈子现在都太贪进去了 所以这反应在个人也也反应在整个经济 也在 他一旦陷进去 他动不了 整个动不了 现在整个经济玩不转 说起这个 我今天刚好 我就看到都说起房地产前景 人民日报 我今天他发了个文章 我一万头羊头的奔腾 他说什么 全面认识 正确看待 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 你看这是人民日报说的话 你人口什么形势 你在怎么 哎呀 你看啊 你要全面认识 你要客观中立 你要正确看待 你怎么正确一万个正确看待都好 改变事实吗 所以有很多小本能无毛啊 你你你不客观 你不中立 你不正确看 你再正确管用吗 正确看待真管用吗 你正确看待一下津巴布韦的这个境界 全面认识一下委内瑞拉的境界 委内瑞拉也有好的方面 我去 有用吗 这玩意 所以就他这句话也反映出来 现在这个体制 他的执政水平相当有限 他就只剩下洗脑了 只剩下宣传了 其他东西没有 实际的东西全没有 他让你们全面认识 正确认识 正确认识就是往后这10年 那就是未来这个中国经济 人口是以亿为单位的减少 以亿为单位 日本人口的减少为什么这么慢 他到了巅峰一亿三千万 到衰退了十几二十点 他还在一万两千一亿两千多万 减量减的很很慢 为什么 他拉长了人的这个生命周期 很多活到一百岁 人的寿命拉长了 所以他没有没有坍塌 日本的人口为什么没坍塌 他把寿命拉长了 而且很多到七八十岁港港的 还在农村里面耕地 八十多岁还还港港的 我八十多岁的老头天天跟我打羽毛球 他这个生命的质量拉长了 中国不行 中国的医疗条件 人均的预期对未来的稳定性都比不上 这人口它是一滩滩 以亿为单位 那压根 而且到现在为止 中国对于人口 没有一个实际的方案出来 你哪怕没用 我们都知道没用 中国引进 你怎么你怎么引进移民 你把非洲全部割门 全部拉过来 起码能补一点 我们起码见到你这个政府在做事 现在这个政府是没做事 能不能解决一回事 你做不做是一回事 到现在为止 我一个促进生育没做 怎么几百块 我去几百块 你也等于没做 引进外来劳工 有没有 我不知道 这中国当然 这本来就搞人矿政策的话 你引进谁来 所以那只有两条 说全世界所有国家一个 一个引进外来劳工 一个 那当然你要有一定的福利 那中国也没有 没有都是付福利 那谁来不知道 现在以前的那些搞 搞爱国生意的 有一些可能是 是甚至是欧美的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俄罗斯网红 是吧 那个来中国做爱国生意 现在都走了 都走了 那这样坍塌下去 那那还有得搞 整体经济进入深度通缩 大萧条 不是说马上要来临 就真的是来临 后面那那一卷起来 那没了谱 我们预料不到的情况 现在哇 满大街到处罚钱 我今天看到呢 开个电瓶车 没有打方向 等电瓶车打方向的 以后估计那没有双手紧握 方向盘估计要罚钱 那单手握方向盘罚钱 我都说这些 它里面会乱套 那官员没钱的罚 它这个到处罚 越罚经济越差 所以中国经济 它已经进入了这种恶性循环 所以到到现在 都都甭提这个这个房地产 哎呀 所以 所以这 这是非常麻烦 确实 没办法搞 也没看到中国共产党拿出非常有诚意 非常踏实的政策 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走出来要你们全面认识 你们要理性客观中立 正确看待我国人口问题 管用嘛 是这样管的吗 国家 你让老百姓在 哎呀 这个给你正确认识你管用 哎 行吧 先说这么多了 所以这个大家小心了 觉得有点意思 点灯的分享 拜拜